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上一回咱们讲了牛顿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现万有眼力的 有小朋友跟我说 牛顿发现万有眼力也只不过是为了解释开普勒三定律 难道能解释开普勒三定律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讲人们是如何验证万有眼力定律的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在牛顿时代做的验证 牛顿那个时代已经可以测量地月距离之间的参数了 所以牛顿就做了一个检验叫地月检验 它不是说万有眼力是发生在任何两个物体之间吗 所以月球和苹果都满足这样的一个物理规律 比如说这是地球 地球上有一个苹果 这个苹果在落体的时候它存在一个加速度A1 也叫自由落体的加速度 那么这个自由落体加速度有多大呢 自由落体加速度写成小计有9.8米每二次方秒 也就俗称的是重力加速度 那么除了苹果之外围绕地球转的有月球 月球它正在围绕地球在旋转 它也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 月球它在圆周运动时也存在一个向心的加速度A2 这个加速度A2怎么算呢 牛顿给出了公式 经过推导这个公式的大小应该是t分之2π的平方 再乘以r 我们解释一下 这里面这个t就表示的是什么呢 表示的是月球的周期 大概是27.3天 27.3天 这个r就是月球环绕地球的轨道半径 是3.84乘以10的8次方米 那么这些数据牛顿时代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们可以计算出月球环绕地球运动时的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大小是2.72乘以10的-3次方米每2次方秒 这么一个数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数相除 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数大概是差多少倍呢 差了3600倍 说为什么差3600倍呢 牛顿说我们可以通过理论计算来得到这个数据 怎么计算 首先根据万有引力定律 我们知道两个物体之间有万有引力 这个万有引力大小等于万有引力常数 再乘以两个物体质量的G 再除以二者距离的平方 对吧 好 牛顿还有一个定律 就是牛顿第二定律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一个物体的加速度A 它是等于物体的受力再除以物体质量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受力除以质量一除 你会发现假如小m是苹果或者月球的话 一除小m就没了 它就等于G大M除以R方了 对于月球和苹果来讲 这个大M都一样 都是地球 它们都是受到地球的引力 所不同的只是这个R不一样 地球的半径是6400公里 而月球的轨道半径是38万公里 这38万公里大概是60个地球半径 你会发现通过这个加速度关系我们就能看出来 这个加速度它实际上是与R方乘反比的 现在R的关系是多少倍 是60倍 R2它应该等于60倍的R1 那所以月球的加速度应该等于 地球表面上的苹果加速度的3600分之一 正好跟这个数据相符合 对吧 这个就是所谓的地月检验 地月检验的成功预示着牛顿定律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你就算检验了地月也不行 咱们还得找其他的证据 对吧 我们接着看还有什么证据 我们知道牛顿的朋友哈雷 他帮助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哈雷 后来成为那个格林威脱天文台的台长 哈雷有一颗著名的彗星 是吧 叫哈雷彗星 我们想告诉大家这哈雷彗星是怎么发现的 哈雷在1705年的时候 通过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去研究行星的运动规律 写了一本书 就是《天文学对彗星的简介》 《天文学对彗星的简介》 在这本书里面 这个哈雷他研究了很多很多颗彗星的轨道 并且考虑了木星土星对这些彗星的引力作用 这个叫射洞 他通过考虑的这些玩意儿去研究这个彗星的轨道 结果就发现了什么呢 他就发现了有一颗彗星 这颗彗星是在1682年的时候靠近这个太阳系一次的 但是这颗彗星的轨道 它和以前人们观测到的几颗彗星是一样的 哪些彗星呢 就是在1607年的时候 还有就是1531年的时候 人们连续观察到了这样的彗星 而且这些个彗星轨道是完全一样的 轨道相同 那么为什么它的轨道会相同呢 哈雷就想了 那我估计它应该是同一颗彗星 于是哈雷就说 我预计有这么一颗彗星 这颗彗星它每隔75年到76年 75到76年的时间就会回归一次 当时哈雷提出这件事 1705年 但是哈雷在1742年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预测这个彗星会在1758年回归太阳系 果然在哈雷去世16年之后 人们发现了一颗彗星 风尘仆仆地干到太阳系了 人们震撼之余就把这颗彗星命名为哈雷彗星了 那么哈雷彗星是周期比较短的一颗彗星 也是人的一生中唯一一颗可以看两次的彗星 这两次是什么时候 所以我们这辈子来讲 上一次哈雷彗星回归是在1986年的时候 1986年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件事 可能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像我这样老年人就知道 是吧 下一次回归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2061年 也就是还有42年 如果大家努力活 再活42年 就能看到哈雷彗星的下一次回归了 好 这是第二个 证明万有引力定律正确的例子 可不仅仅只有哈雷彗星这一个 咱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就是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发现 海王星的发现 这海王星怎么发现的 首先在1781年的时候 有一个英国的天文学家 名字叫赫歇尔 这个赫歇尔他通过天文观测找到了一颗星 这颗星就是天王星 天王星 海王星和冥王星离太阳非常远 所以说用肉眼很难看到 所以他们用天文望眼镜找到了这颗星 发现天王星之后 人们就发现这个天王星的轨道是比较奇怪的 它总是偏离牛顿定律所预测的轨道 而且偏差有多大 有两分 两分是多大 一个圆 圆周是360度 把一度分成60份 每一份就是一分 如果把一分分成了60份 每一份就是一秒 它这有两分的偏差 那么为什么会有两分的偏差呢 人们就琢磨这事 我们的观测没问题 那牛顿定律如果也没问题的话 到底哪出了问题呢 人们提出了各种想法 比如说在1843年的时候 1843年有一个英国剑桥的学生 只有22岁 名字叫亚当斯 这个亚当斯他就提出了一种想法 他说也许在天王星的外侧还有一颗行星 这颗行星影响了天王星 所以造成了天王星的这个轨道偏差 然后他把数据带去进行计算 他算了十个月 算完了之后终于发现了这个外围行星可能的位置 对吧 然后他就把这个写了一封信 寄给当时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叫艾利 这个艾利这个人非常瞧不起亚当斯 为什么亚当斯才22岁 是吧 还是个学生 所以艾利就觉得这亚当斯应该算不出来什么成果 就没理他 这事就过去了 是吧 后来就到了1845年 两年之后 有一个法国的学者 法国的天文学家 名字叫勒维列 这个勒维列他跟亚当斯干了同样一件事 他再次计算了这个轨道 并且找到了这颗外围行星的准确位置 然后把一封信寄给了柏林天文台的一个工作人员 名字叫加勒 而且这封信很有意思 他是这么写的 他说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你把你的望远镜对准宝平座的方向 黄道的位置 你大概会在一度的范围之内发现一颗九等星 然后那天晚上 那天是9月23号 在9月23号的时候 这个加勒就拿望远镜 收到这封信 他就拿望远镜去看 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就发现了这颗星 对吧 而且确定它是一颗行星 于是人们就发现了什么呀 就太阳系中的第八颗行星 名字就叫海王星 是吧 那么这颗海王星因为是人们先计算出轨道和位置 才观测到的 所以人们就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笔尖下发现的行星 笔尖下发现的行星 人们发现了海王星之后 就对海王星进行观测 观测完了之后又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那海王星的轨道还是有偏差 这件事是在1915年的时候人们提出的假说 说海王星外边可能还是有一颗星 然后算 算出它的轨道了 后来人们用望远镜去看 看了好长时间 在1930年的时候被美国的科学家发现了 并且命名为什么 命名为冥王星 对吧 冥王星 所以海王星和冥王星其实都是在笔尖下发现的 人们先发现了 说有一颗行星 轨道怪异 这是为什么 那根据万有引力领律估计外边有一颗星 对吧 于是就去找 找到了海王星 找到了冥王星 是吧 万有引力另一个成功的范例 但是万有引力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它也有它的问题 最典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水星的进洞 水星的进洞 我们知道这个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 对吧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对吧 好 水星离太阳最近的 那么水星存在一种进洞现象 什么叫进洞呢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假如这是太阳 其他的行星它的轨道都比较整齐 是一个闭合的这么一个椭圆 有近日点和远日点 但是水星不是 它有的时候近日点是在A 但是转着转着吧 它这个近日点就跑到另外一个位置去了 它这个轴就变方向了 你知道吗 它跑到这来了 叫A' 那它们之间有个夹角 这就是所谓的水星进洞 水星的进洞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这个进洞有多大呢 在这个1859年的时候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法国的天文学家勒维列 而且它经过测算发现这个进洞的速度 大概是38秒每100年 也就是100年它会进洞38秒 38秒是多少 我们知道 一度是3600秒 所以38秒其实非常非常小 但它也观测到了 后来在1882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的天文学家 美国的天文学家叫纽康 把这个数据进行了更正 他说不是38秒 而是43秒 43秒每100年 每100年它会差出43秒来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不知道 那个勒维列他故技重演 他不是先假设有一颗外围星 然后就发现了海王星 对吧 他说水星里边可能还有一颗行星 这颗行星影响了水星的运动 所以就造成了水星进洞 这是第一个原因 但是后来找了好多年没有找到 对吧 还有人说可能是一些星际物质的阻尼造成的 解释的比较复杂 还有人认为说这是一种电磁的现象 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去检验它 结果发现都不是很成功 那最后是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 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怎么解决的 爱因斯坦为了解释水星进洞的这个现象 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这个广义相对论告诉人们 说这个质量特别大的物体会造成时空的扭曲 造成空间扭曲 那个太阳质量就很大 所以它把周围的空间就给扭曲了 扭曲了之后就会造成水行进洞 而它一算这个进洞的速度正好就是43秒每100年 对吧 那我们这个地球为什么有进洞 因为我们离得远 扭曲的程度没有那么厉害 并且爱因斯坦的这个广义相对论对不对 你也得预测一些新的现象 对吧 它就预测了什么 预测了光线的弯曲 光线的弯曲 就是说太阳质量太大了 如果光线非常靠近太阳的话 它就会有弯曲 预测了这么一个现象 后来人们果然发现了遥远的恒星发来的光 经过太阳之后会发生弯曲 对吧 所以验证爱因斯坦的结论是正确的 科学就是这样 就是你为了解释一个现象 然后提出了一种理论去解释它 解释完了之后你还要预测新的现象 当这个新的现象被人们观测到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理论就站住脚了 但是如果有一个新的现象 你无法解释跟你发生了矛盾 那么你这个理论就要进行修正 牛顿的万有引定律是这样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其实也是这样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在西瓜视频 和YouTube帐号利用到老师里关注我